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几件我的爱用品 然后首先来说这款足膜 这个呢就是去角质的足膜 其实我想说的也不是这一款产品 是这一类产品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夏天呢我们会穿凉鞋 然后脚跟会露出来 如果呢脚底特别粗糙的话会特别的影响美感 这款呢使用方式其实特别简单 然后呢这个其实日韩有很多这类的产品 然后我这个呢是在日本超市买的 它这里面呢是两份 就是可以用两次 它里面呢就是一个角膜 你把角放进去大概隔个一个小时就好了 然后这款角膜是这样子 上边呢有一个虚线就把它剪开 然后角放在里面就是你又随便干什么了 大概呢过一个小时 这块有一点不舒服 就是它底下这块边缘呢是这种尖的 就是你踩到下面的话这块呢是有点就是不平会有点不舒服 然后这个使用感呢就是刚开始你脚进去呢会凉凉的很湿 但是隔一个小时其实这个溶液都差不多 就是被你的脚吸收的差不多了 可能洗的时候肌铺就是快干了 然后这款呢来说一下我是什么时候会用 然后我一般呢就是脚底比较粗糙 或者呢是脚部比较痒 就是可能最近穿运动鞋穿多了 就是脚可能有一点粘菌吧 然后比较痒 或是呢就是脚支架上的支架油掉了七零八落了 因为它呢能泡到你的支架嘛 然后支架油呢也能轻松卸除 我一般呢是在有这个上述三种的某两种 或者某一种情况下会使用 那有一点不太好的是 就是你把它剪开以后有的那种足膜 你把它套在脚上以后 它上边还有一个胶带 就是呢可以把上边的这块折一折粘起来 然后这样子呢就是它不会移位 但是这款就没有 你之后拿个胶条就把这个上边稍微粘一粘 这类足膜呢我还给我爸买过 它呢脚上就是有脚气吧 然后他用完这以后就觉得脚不痒了 所以呢大家就是不光自己爱美的同时 也给爸妈可以买一点这种足膜 全家园一起整整齐齐的 然后泡泡脚 然后这款呢使用起来真的还蛮舒服的 大概隔几天然后脚部会褪皮 褪皮呢一般是在你晚上洗完澡之后 这时候呢就是床单会一片狼藉 大家呢提前做一个心理准备 然后另外呢就是那一天的话脚部会特别的薄 就会特别的敏感 然后呢一定要穿就是不太磨脚的鞋 因为呢你穿那种特别磨脚会有一点磨脚的话 因为脚皮特别薄嘛肯定会磨出水泡的 他呢使用上的问题就是退皮的时候脚部会非常难看 一定要及时清理床单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脚部比较敏感 一定要穿一个稍微舒适一点的鞋 然后以上呢就说到这里 然后之后呢之后呢再来说这款卸妆棉 其实这款卸妆棉呢在我的视频里出现过 我最近呢使用发现它就是卸妆能力真的超级强 不如呢我们来做一个试验 我呢准备用这两款染唇液在手上 然后一会呢卸给你们看 涂在这个胳膊的地方吧 之后呢我先用这个Darfin的眼唇卸妆液先来卸一遍 然后我呢就竖着这么擦一下 就看得到吗这上面还是有一点印子的 之后呢我再用这款卸妆棉来擦这款 我就把它全卸掉 可以看到吗我的手这块还有一点点 可以看到吗我的胳膊已经完全干净了 这款呢卸妆能力真的超级强 连这种染唇液都不在话下 之后呢再来说一下我用它的使用方式 我一般呢是先到家用卸妆膏卸一遍脸 然后之后呢就加水乳化 再用厨房用纸把脸擦干净 之后呢我就是用它来卸脸 然后擦到脸上的残妆 然后这款呢如果你是素颜用 脸上呢会擦出一些默默 然后如果你脸上有残妆的时候 是看不到这种默默的 它就是有一定的清洁能力 然后还有一定保湿成分 让你的脸上呢也不会觉得很干 之后呢你就是可以去看综艺玩游戏 然后直到呢就是洗脸 然后之后后续再护肤 这段时间呢皮肤都不会觉得特别干 我觉得真的还是蛮好用的 而且呢特别的省事 之后呢再来说CLEO的这款眉笔 CLEO这款眉笔呢 其实要比一般开价的眉笔要贵一些 我以前呢一直都是用特别便宜的眉笔 我觉得这种眉笔呢就是 因为消耗起来特别的快 然后我觉得没必要买特好的 这个呢其实比那种开价的会稍微贵一点 但是它的质感真的超好的 我之前用过一些就是特别便宜的眉笔 它呢有时候就是这笔心还没用完 但是这壳已经裂了 然后就是就没法用了 或者呢是笔心特别的脆弱 就是用着用着 然后你稍微十点进它就断了 其实使用起来更浪费了 然后这款呢它这个塑料的质感 其实还蛮好的 就是沉甸甸的 然后这头呢是这种偏三角形的眉笔 它这头呢是偏三角形的眉笔 然后使用起来还是偏顺滑的 可能呢就是你眉毛上有油纸才更好画 我不知道手上能画得出来吗 我今天眉毛其实就是用这个眉笔画的 然后这个眉笔呢 它就使用起来不会结块 然后呢也不会就是 运染的特别的运出来 我以前使用的眉笔呢 有的那种就是你先画好边界 你再拿这个眉刷运染的时候 它会运出界 然后真的超级烦 就是不自觉的就画成蜡笔小心了 然后这款呢它就不会 它运染的话也会特别的自然 然后有一种这种朦胧感 就特别雾面的效果 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如果呢大家就是眉毛一直都画不好 也可能是产品出了错 不妨呢试一试这个CLIO这款 我觉得这款呢真的是物有所值 贵还是有贵的道理的 尽管呢也没有贵多少 最后呢再来说这款内衣 就是爱慕的内衣 它就是胸罩还有吊带一体式的 就是说呢里边呢你不用再穿内衣了 它是无缸圈的就特别的舒服 然后里边呢是带胸垫的 就在这个内侧 然后这块有一个小窝口 就可以把它蹬出来 它是这种水滴形的一个胸垫 然后里边呢还有一点垫子 就可以稍微增大一点维度 我觉得穿起来还是蛮舒服的 然后这个内衣呢肩带特别的宽 它并不是那种纯白色的 我这衣服是偏纯白的 但是呢它这个是有点乳白色的 我觉得穿起来也是很好看的 然后它呢前边呢是这种V领的 就是机心领的 背面是这种衣字的 穿起来呢真的特别的舒服 有点像没穿内衣 然后但是呢它这个巨拢 西红型的效果也还不错 我一会呢穿上去给你们看一看 我现在呢这个内衣已经穿好了 然后它这个肩带特别的宽 我凉了一下大概有四厘米 然后我觉得它这个胸型保持也不错 然后原谅我这个胃还蛮大的 如果你身材好的话 可以这个吊带直接外穿 如果像我这样身材不怎么好的 可以在家这么穿 然后出门呢套上一个这种防晒衣 或者是一个开衫也是挺好看的 我下边呢穿了一个这种高腰的裙子 然后它的背面 然后它背面呢是这样子 也是不透肉的 我觉得穿起来还是蛮好看的 以上呢就是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